今天是2023年9月7号星期四 今天大盘最后下跌了119点 每个人都看不懂了 对不对啊 尤其是在昨天我有的看一些解盘的 我都笑翻了 在昨天量都出不来 来我先打个K线给你看啊 来来看清楚啊 我们大盘现在位置在这里啊 位置在这里啊 在昨天量也出不来 前两天的量也出不来 还有人说这两天是至其量 笑翻了是不是 什么叫至其量 现在王同教你们一遍 一定要在底部才可以 那我现在问你这是底部吗 这是底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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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了吧 这么简单的尝试都不会 还敢出来解盘 还敢教人家技术分析 我看着就笑翻了 对不对 来来来 我给你看一下一个正确的观点 来来 真正的股市专家是 寻找底部准备发动 记住啊 有本质 有未来 据爆发性的股票 带着会员进场卡位 这个才叫做真正的投资顾问啊 所以这种才叫做超值投资 看到了没有 超值投资 所以王同跟他讲的不一样啊 你每天一天到你追啊 追啊 然后你看我有涨停板 你有涨停板有什么好稀奇的 那明天呢 咚咚跌停 对不对 来看清楚啊 如果你也认同 立刻跟上王同脚步 你就是股市长盛军的winner 我希望你们做winner 不要做loser 然后速播专线026630321 赶快加入王者至尊 Nine at King 5588 看到没有 那么这个是9月7号今天写的啊 好了好了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言归正传 我知道太多人都要来听王同解读 很多新闻内幕 你看一下今天有个新闻啊 你要注意啊 这是CNBC的报道 这不是王同开的公司啊 CNBC你可以知道是谁吗 有钱家庭增加 谁啊 印度 印度2027年将成为世界第三大消费市场 看到了没有 那为什么我要一直跟你强调印度 尤其这几年大家都知道 这两年 这两年大家都知道 台湾有些厂商已经西进到印度去了 南进到印度去了 对不对 都知道嘛 这不是说我现在还可以空口说白话嘛 那为什么要去印度 第一个 印度人口多 第二个 你们还没有注意到一个事情 印度人口结构的年龄很低 所以他们就具备了什么 劳动力 所以在这里啊 你看啊 据估计 据估计 印度约33%人口年龄在20岁到33岁之间 该群体将大量花费在电子产品上 印度以后会慢慢慢慢的有钱 有钱以后他们会变成消费市场 真正最大的消费市场是在印度 不是在中国大陆 所以你们的观点不要搞错了啊 所以王瞳告诉你 印度它的生产国也是消费国 人口红利多 印度迈向富强 而且还一个前提你们要知道 不是讲现在 印度这20多年以来 20多年以来 你们知不知道 国际知名的数学家 都是在印度诞生的 所以印度人的数学头脑非常好啊 他们有很多高科 不能讲高科技的 一些中小高的发明 他们都有啊 这就是他们这个民族性的特性 好了 我们来看一看啊 来 王瞳今天必须先讲一档歌 我给你听 叫做三二一三 茂逊 涨停板 涨停板 那么我先给你看一下 茂逊涨停板 那看这一天 这个地方它的价位最高是74块 8月9号 我打线出来给你看 8月9号74块 然后到了今天 涨停板75块 为什么我要讲这两个股 因为在上礼拜 还有上上礼拜 连续两次王者至尊的王牌财经所也好 或是说是我们的会客室也好 至尊会客室 都有人在问我这两个股 为什么呢 因为从这里下来 哇 跌得稀巴烂了 怎么办呢 要不要出啊 老师救命呢 要不要出啊 我告诉你 你抱着吧 他一定会过这高点74块 至尊会客室里面 我直接回答各位的 今天 两个礼拜时间 给你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啊 好 来我们现在开始看一个赤卡 这张赤卡是8月4号 看清楚啊 8月4号的 60.6到67.3 那时候的高点67.3 我们给你推荐的时候 在低档 低档叫你去买 买了以后呢 你要不要出水里变都没有关系 那么这个就叫做什么 就叫做投资宝典嘛 超值投资嘛 我也跟你讲过了 他有什么题材 他最重要 他的强固型电脑的通路公司 还有无人机的题材 对 我都跟你讲过了嘛 不是说是我没跟你讲过 所以我刚刚告诉你 那是8月4号的一张 那你现在看今天 今天9月7号 哎呀 60.6上去了 那又下来了 那今天又上去创新高了 哎呀 我跟你讲都在这里 结果呢 你们很多在这里不买 然后到了这个位置去买 买了以后 接下来怎么办 停损 然后呢 我们再进去买 到今天 到这里 今天可以告诉你啊 一定有人会跟你讲 这张个股 说他手上有 手上有没有 我不知道 但是问题是 拿出证明 我拿证明给你看到 看到没有 我证明给你看到 这不是说空口说白话的嘛 所以王统已经讲了很多遍了 你们要不要稳健操作 稳健获利 就是问你自己了 稳健操作 稳健获利 你的第一步骤是干什么呢 就是要跟上王统脚步 因为我们都是超值投资 超值投资以后 你就是股市长盛军 winner 不是loser 我必须跟你讲得很清楚哦 讲得很清楚啊 我刚刚为什么会一直跟你讲冒逊 因为冒逊在王牌 节目里面 或者至尊会客室里面 都已经有两个礼拜 都有人来连续问我这一档 所以我今天回答给你听 现在知道了吧 这个你可以看出功力的高低了吧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想要成功 想要成功winner 你就赶快踏出成功的第一步 第一步的干嘛 跟在王统的旁边 你没有跟在王统旁边 怎么保护你啊 好了 我们就开始回头来讲 双类出海 风云再现 双类出海 第一个是普瑞 第二个是瑞迪 这个都没话讲的啊 普瑞当然今天不怎么样 我没有叫你去买普瑞啊 496普瑞 普瑞其实是下跌 我没有叫你去买普瑞 儿子说我们有个小普瑞 小瑞迪 小普瑞我今天公开告诉你好了 就是6138 他 冒打 你自己看看冒打 你自己看看冒打 我跟你讲的时候 就是在这里哦 今天是 礼拜四 礼拜三 礼拜二 礼拜一 上礼拜五 我告诉你的哦 那时候价位多少 139.5 140 那今天最高的 你自己看159 那当然你不可能卖到159了 你随便啦 155以下随便你出啦 你要赚多少 你自己出啦 这样可以的吗 我已经公开告诉你了 明天你就不要再问我小普瑞了 我小普瑞已经公开告诉你了 那小瑞鼎呢 暂时保密一下 好吧 但是我今天必须强调 小普瑞我公开了冒打 小瑞鼎比冒打还凶 好那是够了嘛 今天大盘叠得稀巴烂 结果你看王瞳的小普瑞小瑞鼎 两党都是上涨的 这个你知道答案的人呢 你都晓得是哪一党 你都知道 好了嘛 这个是不是你要的吗 那你要的就是这个东西嘛 再来 我今天必须拿一些操作实战的东西给你看了 来 9月7号11点01分 9月7号11点01分 恭贺各位 今天排面莫思飞 全速出动创高 没有话讲吧 连他都上去了 六四三五大中 连他都上去了 你看到了没有啊 大中啊 到今天他刚好填席 刚好填席 看到了没有高点 好吗 这是摆在眼前给你看的嘛 那这里来看啊 尤其是3317尼克森 8月24除权1.6元 也就是说他配股1.6元 除袭0.4元 就是配现金0.4元 除权席后 每天涨一点 每天涨两点 每天涨三点 到今天正式填权席 给你看3317 给你看 看清楚 看到没有 是不是正式填权席 是不是正式填权席 这很清楚的吗 这还要变吗 看到没 好了 是不是上去了 是不是每天涨一点 每天涨两点 每天涨三点 到今天上去了 最高52.6 哎呦 看清楚 这是我们手上的尺骨 还会涨 不急出头 这个讯息 是发给我的会员朋友们的 发给会员朋友们的 我能够随便乱掰啊 那乱掰以后 我的会员不是打电话进来 complain了怎么办呢 那我躲起来 是不是 然后就找不到我 王瞳从来不干这种事的 我们现在 全职也赚到手 本股也赚 我都不知道怎么算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算 好了 看清楚了啊 好 再看下一通讯息 恭贺各位 3624光节 市价出在56.9到57.1 这档获利超过11个percent 这是今年第58个红包 3624光节 收盘还有57.4 看到了没 看到了 光节是什么 光节是被动元件的 那我今天讲被动元件给你听 你看4760 秦凯 开盘就直接看上去的 开盘 他是做导电浆的 这个导电浆 他也是被动元件的上游 也有太阳能题材 你看看他是不是 一口气 蹦 冲上去了 看到没有 那什么 好股票嘛 你不要担心嘛 再来呢 6271 看清楚给你看看啊 同心电 同心电 这家公司 你们应该都知道了啊 你看看他 是不是 默默的 默默的 往上 讲到同心电 我还必须讲啊 这个时候 三个礼拜 三个礼拜前 至尊会客室就有的人问我 同心电 老师要不要出 他都涨不动 我说不要出会长 两个礼拜在这里 三个礼拜在这里 我一直告诉你 反正就退后五天嘛 退后五天嘛 退后五天嘛 你自己算就好了嘛 好不好 至尊会客室里面 都直接告诉你答案了 今天可以验证了吧 验证了 这是不是领先预告 告诉你不要杀了 不要杀了 不要杀了 对不对 好你那时候价位在哪里 125块 123块 今天价位在哪里 144.5 最高147 看到了没有 讲到这个顺便告诉你 明天又是礼拜五了 礼拜五呢 又碰到至尊会客室了 那我也知道上个礼拜 我太多股票 没有办法帮你减 所以我今天都干脆 再度开放 至尊会客室时间 我还会要增加一点 还会要稍微增加一点 但是我可以开放到四点钟 你们就可以开始先来问 因为啊 这个YouTube那个频道很奇怪 你问了以后 后面会把你问的问题 都推上去 推上去 推上去 所以呢 很多人问我说 老师 我这档歌我问了两遍了 你怎么都不帮我解 不是我不帮你解 是我没看到 所以我现在就开放时间 四点钟开始 你们就可以直接先来留言 先来留言 先来留言 先问都可以 同时也拜托各位 你可以告诉你的亲朋好友 想赚钱的就来看至尊会客室 想赔钱的找人家 王童不给你打哈哈的 王童不是在给你表演传真的 什么表演写真集的 嘻嘻哈哈给你搞屁呀 是不是 那个没有用的 我们实战操作 好 所以话讲回来 今天2023年 共发出了58个大红包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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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真价实的 好了 刚刚也跟你讲了很多了 讲了很多以后 剩下了我们的开始进入解盘 你会问这个盘怎么看 这个盘我想 我已经讲了很多遍了 来 你看到9月4号礼拜一 今天9月7号礼拜四 9月4号礼拜一 涨到144点 我告诉你 虚胖 虚胖 看不懂哦 虚胖怎么办 空气啦 9月5号礼拜二 涨一点 还是尾盘涨上去的 整场都是黑的 我告诉你 量不足量不足 所以刚刚王同跟你讲 还有人讲说 那是要自袭量 有病的 真的叫有病的 这个收盘是16791 今天收盘是16619 自袭量还跌得快200点了 真的叫有病的 盘都看不懂 9月5号礼拜二 我公开写给你 小心回马枪 今天你知道回马枪的威力了吧 知道了吗 知道了 对不对 好 继续看下去 9月6号礼拜三 最高来到16841 突破16822的高点 就是突破这高点 16841 然后也站上16800点 好高兴的 欢声雷动 收盘就下来了 对不对 我跟你讲 假突破 假突破 还不够啊 那再来了 9月6号礼拜三 9月6号礼拜三 我只跟你讲啊 他是拉无量 杀有量 拉无量 杀有量 那看今天 今天给你看9月7号 王同的盘讯 大盘以下点22点开出 昨天以公开告知 假突破会拉回 看到了吗 现在全数验证 今天盘是小地盘开出后 还会先下探再拉伸 低点在16640点附近 结果呢 今天在这里 低点是有这样子 差不多16640 差不多 然后就开始拉伸 拉伸以后后面 再杀了一刀 杀下来 插到16609 再来了 低点在16609 拉高时不能追 拉高时绝不能追 还有一波沙盘会破金低 会破金低啊 你看我发讯息 是9点25分 9点25分在什么位置 在这里啊 在这个位置啊 看到没有 有没有破金低 有 今天为首黑 下跌60点以上 盘面各股表现 结果今天大盘下跌了 119点 王同不是讲了很多遍的吗 这个是不是叫你预告 今天 你有本身像王同一样 写出来吗 预告今天写出来啊 结果呢 一个都写不出来 那么还有呢 我最近还碰到一个问题 很多人想说 老师我很想赚钱 对 联想的 我也知道 在金融市场里面 每个人都想赚钱 我还没有听过说 来到金融市场 来到股市里面说 老师我愿意赔钱 我还没听过 但是我看到了 却是通通赔一屁股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你们找的人不对 听那些胡说八道解盘的人 我不懂你 我怎么相信 相信的后果就是你两百万赔到剩下两万块 现在还是鬼月啊 鬼月还没结束 但是我现在跟你讲的话不是鬼话 是人话 你很想认识王同 那怎么认识 就是很简单嘛 你长期收看王同的节目 你就知道了嘛 然后跟上王同脚步 获利自然跑到你口袋里面去了 清楚了吧 好了 我今天呢也跟你讲了很多了 有关到今天的盘要怎么动 然后呢 不是这盘要怎么动 明天的盘会怎么动 这个我等一下会在索马时间里面会讲 但是呢 今天最后我还要告诉你 你想赚钱 你想成为winner的 就是你想成为winner 常胜军的 你就赶快跟上王同脚步 因为我代理 就是超值投资 看到没有 我代理的是超值投资 我们做中波段操作 不是大波段 大波段也许要等到半年一年 不想那么久了 我们就是两个月就好了 还不够啊 两个月你都不能忍了 我不知道要讲什么了 是不是 不要再妄想每天掌停板 那是害你的 王同有没有掌停板 你看过了 王同也有掌停板 但是我不会每天告诉你 看我们就是掌停板 我不会这样跟你讲的 我反而要告诉你 掌停板你要做什么动作 点停板你要做什么动作 这才是你要的嘛 今天掌停板 你应该怎么办 要买还是要卖 不知道 看明天 对不对 不知道的 问王同 好了 今天不然讲到这里的 今天最终还是要跟各位 沟通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什么叫超值投资 你跟上王同脚步以后 你就知道了 好了 我们要开始进入会员 索码时间 最后祝各位明天操作 顺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